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朋友6です 台版这次呢即将要上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北连大火 冻决的北海 我们来赶快看一下它的内容有哪些 好首先一样这边是打分数 那一样有SP 然后累计暴准呢会送这个纸皮的战舰甘古特 只要注意的这地方是这边SP这个角色这个新的敌人呢 其实他打前排还蛮痛的 不过他是轻循他是轻甲 所以你多用榴弹去打他相信应该蛮快可以打成他的 只要重点是注意到你前排的坦度要上硬一点的坦 再来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交换暴准的部分 也是有名斯克可以换 然后还有这个夏伯扬也可以换 这个金皮很强哦 那后面这边也有新的武器可以做兑换 那我们后面再讲说这个武器的兑换的程度 好用程度在哪里 好那整体看下来呢 我刚刚讲的夏伯扬不用剑 那这个阿福如果你之前有做任务做到的话 基本上你也不用去剑 那如果你没有阿福的呢 你这次也有机会可以拿到阿福 好那实际上真的要剑的就是 两金两子俄罗斯塔斯干还有水星跟我们的威延 你的目标大概就是两金两子 可能还会再加一个阿福之类的 基本上跟以往的这个建造的这个数目呢 其实是一样的差不多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次有哪些好用的船 你看我的练度也知道 真的好用的船 北连的船大概就是这前面四艘 好塔斯干夏伯扬 俄罗斯跟甘古特 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塔斯干 塔斯干呢很简单 它的技能有一个召唤精灵 这个其实就是它主炮加一的一个感觉 它等于说它主炮加一 它就是一个炮区 然后这个召唤妖精呢还可以降速 对于辅助输出都很好用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它装备北连主炮的时候 还可以提高它的这个整个补正值命中值 所以我刚刚说了 这个活动有一个兑换的炮 就是这支北连炮 130北连炮 就是属于塔斯干的专武 所以一定要换 一定切记要换 那整体塔斯干呢 它的输出火力 基本上就是仅次于北风 所以它有很高的坦度 很高的输出 基本上它就是炮区 所以这支角色非常的bug 甚至在以往后的这个大世界都很好很好用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夏伯扬 夏伯扬呢 技能也很简单 首先它就是一个有特殊弹幕 15秒特殊弹幕的一个技能 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强化 增加自己的暴击率 然后增加对驱逐的输出 然后主炮飞行的速度也会增加 基本上啦 它就是一个驱逐杀手 你知道欧罗拉嘛 可以降驱逐的回避 那它除了有这样驱逐回避之外呢 它还会对驱逐增伤 它名副其实的驱逐杀手 而且它是主炮加1 它就是一个炮巡 非常的可怕 火力很高 然后主炮加1 基本上你就可以带个榴弹去打 你想要打的这个任何的驱逐网 非常的好用 然后它的弹幕呢 还有它的全弹发射 也都非常的范围非常的大 所以是非常好 然后整体的利会也是非常的色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第二技能呢 就是主炮发动的时候 有70%发动弹幕 这弹幕呢有很多的子弹组成 所以范围还蛮广的 期待在这个道中打小怪 轻小怪的这个效率会比较好 那如果拿去打王的话 可能活力不是这么集中 推荐是在道中打就好了 所以它就需要这种射鼠炮 大地炮 然后配个金火控黑白弹之类的 就很好 站在旗艰围就OK了 好另外一个技能呢 就是一样自强化的功能 它如果跟其他的北连 还有东皇的舰队组队的话 每一支都可以提供它额外5%的火力 还有命中 最多加四支嘛 所以就是加20%的火力跟命中 其实还蛮可怕的 好不过这个技能呢 只限于前两回战斗 才会有自强化 它其实算是以弹幕输出为主的一个战检 好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半旗舰甘苦特 为什么要说它是半旗舰呢 因为它的技能 它这个主炮开炮的时候呢 10秒内这个所有北方的舰船 在火力雷装对空装填 各种的属性上面它都会得到一个提升 然后呢自己在装备这个特殊专武之后呢 其实也会增加自己的这个装备效率 还有减少它的这个装填时间 所以它一出生自带的剑门主炮 1907千万不要把它拆掉 这是它的主炮 而且非常的强势 好不要小看它是蓝炮 好在我那个详细的分析里面 它其实这把蓝炮呢 是超越很多金炮的 好所以一般来说 推荐只是装它的专武就够了 后面配个黑白蛋 它也不用吃旗舰味 它一定要出现在北连的舰队 因为它有一个提升北连舰队能力的一个技能 所以它算是一个半旗舰 好另外一个其实蛮饥肋的技能 这个防御技能呢就是在30%以下呢 可以减伤 并且保护这个驱逐舰 好受到伤害10%减少 基本上很少会打到说 打到头破血流打到30%以下 所以这个技能可能在往后大世界 比较困难的地图才有可能发挥到它的作用 那打演习的过程 其实现在目前北连的演习不是那么强死 好所以这个技能其实还是用不太到 好啦那我想剩下的角色应该也不用太多介绍了 阿福基本上就是前排这个增伤的一个辅助角色 基本的素质面板其实都不高 但剩下的这个威延明斯克这种驱逐呢 其实派不上太多的用场 基本上就是一个纯粹收藏的角色 那水星也是一战的老船啦 好基础的面板属性也都比较低落 不过日本这边在这个北连二期的时候 宣告了这个水星即将要进行改造了 那究竟这个改造能不能提升它该有的属性 然后增加一个好用的技能 那我们拭目以待啦 好我们接着来讲讲这支新增的武器 这个152B38这个榴弹炮到底要不要捞 因为它在第1章有可以打捞 其实你用分数去换也是可以换得出来啦 那这一把武器呢 其实它对比的就是我们这个西亚图炮 整体的DPS对比这个西亚图炮 其实稍微弱了一点 因为在装甲倍率补阵 它其实还输这个西亚图炮一些些 那基础的速度啊 其实也比较慢 全弹发射也会来的比较慢 不过它在这个火力上的表现是比较多的 纯粹的火力 那西亚图炮是有加对空 不过面对在未来这个12、13章 甚至在大世界 其实对空的要素其实还是必须的 那其他的装备性能的表现呢 基本上也是输入西亚图炮的 角度其实在射轮的角度 这个西亚图炮还比较大一点 那射程也是赢我们这个B38还要多 扩散角度的部分呢 其实西亚图炮比较密集 打点比较准 那这个可能打面会比较好一点 整体而言啦 如果你有西亚图炮的话 基本上用西亚图炮会比较好 所以不用到一定要这个B38 那如果你有爱的话 你也是可以捞一把 或者是兑换一把 回来收藏也是OK的 所以我刚刚前面突略讲了一下 这些北连舰队的角色呢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用的只有 这四只角色 如果你很有心想要更了解 这些角色的内容的话 其实我之前有做他们各自的影片 好连接我会放在下方 那在未来也就是这一次 日本也会上二期的北连角色 那这边北连角色究竟会不会 能够带来新的气象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好应该可以组建出完整的一个 北连舰队 如果你喜欢这个北连舰队的 这个风格的话 角色的话 好不妨期待一下 接下来日本新出的这些角色 他们的强度 他们的配合度 究竟是如何 以上是稍微简单带过 这次北连大火的一个基本介绍 包含这个角色介绍 武器的选择 基本上还是一样啦 跟以往的大火没有差别 记得要打SP SP一天800点 非常的诱人 另外我相信很多玩家都蛮注意 这次的skin 这次skin也是走监狱风的 非常的厉害 以往游戏都不会走这种风格 如果你没办法接受监狱风格的话 不妨你可以再等等 因为日版在边也会上一个全新的北连大火 他也会把一起北连的角色放上新的skin 这是属于睡衣风格 如果你没办法接受监狱风格的话 不妨再等等 等到二期上这个睡衣风格的也不迟 这就是有未来式的好处 好啦以上是这一次北连这个大火的一个基本介绍 希望能够帮助你了解这次北连大火的一些内容 好我是草蜜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